马上又到开学期了 新一批学前儿童面临入园 全国人大常委会24号 分组审议了关于学前教育事业改革 和发展情况的报告 专家称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 报告显示将全力解决 入园难 入园贵的问题 推动中国学前教育普及 普惠 并且高质量的发展 报告指出 造成目前入园难 入园贵 首先是普惠性幼儿园资源短缺 截至2018年底 全国共有幼儿园26.7万所 在园幼儿4656万人 与2010年相比 幼儿园数量增加了77.3% 在园规模增加了56.4% 目前 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为73.1% 但依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 一个方面是 城区公益普惠需求也不足 入园难的问题人事焦点 第二个是 边缘山区幼儿园布局难 数量少 入园难的问题更为突出 报告显示 目前在民办员就读的孩子 约占全国幼儿的一半以上 不少地方因监管不足 非盈利性民办员收费标准不断提高 造成家长负担过重 要想让公办员和非盈利民办员 都能成为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中间力量 必须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 一方面推动各地建立公办员收费动态调整机制 按照合理的分担比例收费 另一方面加强民办员收费监管 推动各地在科学核定办员成本的系数上 合理确定普惠性民办员的收费支导价 报告显示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资源不足 全国还有4000个左右的乡镇 没有公办中心幼儿园 个别地方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还在50%以下 推动各地完善现象中三级农村学前教育服务网络 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的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重点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 专家称目前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为258万人 按美班两教一保标准测算缺口高达52万人 按照国务院要求将推动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政策 解决教师缺口问题 同时将增加普惠性学位约370万个 专家认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 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份关于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情况报告 将有效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 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并且有质量的发展 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加快学前教育立法 为学前教育优质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教育部